三角梅新长出来的叶片容易打卷,扭曲,有褶皱,最后停止生长 这些都是什么原因呢? 花友们大家好,我是风盖花卉 我们在养护三角梅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它的嫩枝条或者是叶片上面有褶皱,卷曲 有些顶烧严重的会停止生长,也有的开出来的花也是卷曲的 我记得我在以前的视频中也讲到过 大部分都是由鱼根系受损造成的 比如经过快递运输之后,换盆,施肥过多,浇水过勤 还有遭受了冻害等一些问题 除了以上的几个因素之外,今天我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比如这一刻,我原来的计划是今天要集中给它们修剪的 在修剪以前发现了新的情况,可能比较细心的话有已经发现了 那些比较嫩的枝条上面的叶片,看起来好像皱巴巴的 我们再把镜头拉近看一下 这些叶片看起来特别的不正常 不仅有褶皱,而且有局部的黄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背面,并没有看见有虫子 但是呢,有被叮咬过的痕迹 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 被虫子叮咬过以后,叶片的局部就会形成了褶皱 这样的叶片一旦遭受伤害,它就会停止生长 再来看一下这个枝条,顶部的耐芽是比较正常的 但是下面的叶片,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凡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三角梅,都是被寄满啃食的 寄满的特点是咒服叶出 在白天呢,并不容易发现 到了夜间,它就会跑出来啃食植物的嫩叶,嫩静 特别是月季花更为明显 只要是被它叮咬过的,就不怎么生长了 以前呢,也没有怎么注意过 今年是第一次发现,对三角梅也会带来同样的危害 由寄满带来的危害,它主要的表现为 并不是所有的枝条和耐叶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而是局部出现 凡是有折皱的叶片,它的背面都会有明显被啃食过的痕迹 被咬过的叶片和叶芯会停止生长 而且,上面会有很多黄色的斑点 那么出现了寄满,我们应该怎样防治呢? 由于寄满的特性是咒服叶出 所以,我们可以用塞虫高绿服来进行防治 这种药物的好处是 在喷尸药物以后,它可以被植物的叶片跟进所吸收 不管是它们什么时候来啃食,都可以被初杀 对防治寄满,牙虫,菜青虫都有很好的效果 本来我用它是专门对付月计划的 没想到在三角梅上面也派上了用场 在喷药以前呢,最好是先给它修剪一下 修剪的好处,一个是可以把病汁病液给它剪掉 再一个是修剪以后也可以增加更多的分支 还有就是可以减少喷药的面积 特别是在夏天,是修剪三角梅最好的时期 只要它不开花,大概每个月都可以给它修剪一次 两次修剪的时间,不能间隔的时间太短 否则就会达不到让它多生分支的目的 因为在修剪的位置还没有达到木质化以前修剪的话 它的分支能力会很差 每次修剪以后,很容易只剩一个分支 修剪的原则是,每个形的分支上面 只保留两到三个叶片 在修剪的同时,把大的叶片给它剪掉一半 如果是叶片过于密集,也可以给它摘掉一部分 特别是那些修剪过的枝条 剪叶片的好处是可以刺激它,生长更多的分支 有的环游不知道为啥,自己想养的三角梅 总是不舍得修剪 枝条长得过长,不但占地方,而且分支又少 到最后开的花也不会很多 想让三角梅多开花,猪形,紧凑,好看 就必须要尽情地给它修剪 好了,这一颗修剪完了,看一下是不是清爽了很多 每次给它修剪完以后,都需要给它施肥 肥料可以用维生物菌剂和复合肥 还是老规矩,每一种肥各放两克 把它们缓和好,沿着花盘的边缘均匀地湿入 最后,再用盆土覆盖 吃完了肥以后,就需要给它喷药了 每一毫升的药,堆水500毫升 这种吸管是随药附带的 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来使用,千万不要放得太多 药物配好了以后,一定要把它摇晃均匀 在喷湿的时候,最好是在晴天的下午 太阳落山以后进行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对您有帮助,就给我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十分感谢,欢迎我们的陪伴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